歡迎好朋友來到 古海大丈夫 為您邀請到永城國際投庫 陳建成分析師 陳山老師好 大家好 富貴 穩中求財富打自由 看到今天大盤 又是再一次的千點大跌 跌掉了10400點 很多人又開始信心恐慌 加害怕了 特別是有看到很多的一些全值股 台積電今天已經來到了903了 距離1080 跌下來一張差了18萬了 所以真的是跌得 非常的快速 又急又凶 而且又重 現在該怎麼看 該怎麼做 老師教大家 我昨天這兩天我才說 忽多忽空 使人風 財富縮水 台北股市中 因為現在行情是忽多忽空 對 忽多忽空的對策就是怎麼樣 你要嗎就怎麼樣 資金退出 坐山觀火鬥 對不對 要嗎就是什麼 我講的 你要買在絕情谷底 你不會差太多 你就是沒賺到 今天大盤跌1000點 你不會傷太多 因為那一陣抗跌 就已經在絕情谷底 對 你說老是谷底有沒有再低 有可能 可是比起在山上的 在山頂上的下來更恐怖 對啊 像我會滑雪的 如果你們會滑雪的 你在平的地方滑 跟在陡坡上面滑下來 哪個會比較快 當然是越陡越速度 越陡速度越快 你那個煞車 那個肌肉 要用的力氣就更大 對 所以高點摔下來的時候 阻力如何去護這個盤 不容易 懂 所以其實我在之前 我已經有提醒各位 我說AI已經漲一年了 對 AI 高處不勝寒 對不對 你看今天的散熱跟重電 散熱也是這兩年 走大多頭的股票 對不對 是的 重電也是 沒錯 華盛 高利 有沒有 中心電等等 可是已經漲兩年 大家漲兩年了 華盛也都從二三十塊 漲到一千塊了 是 散熱也是 有沒有 那你看今天 比較慘的 從散熱開始看吧 3424的雙紅 3017的旗紅 散熱的兩支 來 看之前 我們來複習這兩張 我7月22號 我有跟你講 大摩 摩根斯坦利就是大摩 大摩的策略 他在7月20 21 因為我這字卡是22做的 我們下面有標示注日期 他說建議降息前 有沒有 轉向什麼 消費必須平 消費平 把科技股的平等 調至怎麼樣 中性 所以那一波其實 回答跟台積電修 都很快速修正對不對 對 沒錯 但是你看他今天殺 我跟你講 台股今天會殺一千點 絕對是台積電貢獻很多 就跟這半年來 我們指數會 一路的沖上兩萬 兩萬一 兩萬兩萬一 不就也是台積電嗎 是啊 我前兩天跟你講說 陳也ETF 敗也ETF 那現在指數一樣 陳也台積電 敗也台積電 為什麼 因為指數都是他貢獻的 所以月底 上個月底我就跟你講 已經在轉向了 那已經在轉向了 這段時間資金 如果你之前被套 有彈上來 你應該要懂得減碼 當然如果你手上是消費的 你可以來給怎麼樣 你還可以期待怎麼樣 下半年 如果消費降息有好起來 股價也許會怎麼樣 領先這一波 強勢股的AI族群 甚至是台積電 上一頁對不對 接著他講 移出焦點股名單 有沒有 台積電 SK 海力士 還有什麼 東京威力創 東京威力創 日股間大跌 東京威力創 也是大跌 韓谷大跌 你去看海力士我們大跌 也是大跌 還包括誰 連三星也有 好來 所以保留 他保留誰 保留三星保留鴻海 可是一樣 現在在殺投資人 特別是全資股 全資股都是 我跟你講說 大部分的全資股都是 你只要看財經節目 你就知道會去買的股票 人人都知道要去買的股票 有沒有 對 好 破底了 今天到903 就是季線破了 台積電今天 本來昨天想說他一個跳空往上 已經扭轉 已經扭轉這幾年 短線要轉強了 今天很不客氣的 直接灌破 因為 昨晚的廢伴 怎麼樣 開心一天 今天直接灌破 就代表在科技股這一塊 特別是AI這一塊 已經怎麼樣 大家覺得他不舔了 不舔了 所以今天跌很重 台積電今天跌到903 那根據大摩的講法 我之前就告訴你說 先進製程你要小心 因為先進製程 已經因為揮答 整個概念股什麼 COWAS 來 你現在 如果你現在記憶猶新的話 你回頭去想一想 七月台積電的法縮丸 有沒有跟你講說 COWAS 有沒有 還會翻倍 對不對 很緊繃啊 來 COWAS 星雲 我們不要講別的 我們講星雲就好 3583 從台積法縮之後到現在 法縮在這個地方了嗎 7月 7月18號台積法縮 你有沒有發現 台積法縮之前 COWAS就紅素跟星雲 我就用星雲 萬論 設備 台積電設備 COWAS設備 法縮前見高 法縮完 怎麼樣 法縮完 翻倍 這幾天資金都還盡量 要在這邊散對不對 因為翻倍 可是 股價並沒有 有沒有買單 沒有 並沒有再創新高 那更不用講說 其實很多設備股 這段時間 星雲已經算強了 對 他已經算 以今天來講 他還是算強了 可是可能很多設備股 早就怎麼樣 提前就已經開始啪啪啪啪 早就已經怎麼樣 已經啪啪啪啪了 所以 先進制成 但是其實今天的重災區不在這 在哪邊 老AI 老AI出後櫃三雄 不是 除了那個 老AI三雄以外 還有誰 散熱 散熱我早就告訴你了 3324的雙紅 還有3017的啟紅 今天 我當初 我很早就告訴你 你可能很不相信 為什麼 因為他在高檔盤太久了 盤太久 那盤太久當然是 可能後面有這個 有AI的這個 伺服器的訂單 所以大家覺得他底氣很強 可是盤很久 沒上去 下來 要上去就沒那麼容易 為什麼 你把今天的 低 他今天是不是正式破底了 對 對不對 往前推 你把他往前推回去 今年 這一片全部都套牢的 而且這一片套不是只有套 一個月而已 是今天套一整年 對 就是至少六七個月 就是從今年一月到現在 今天一疊 前面七個月的全部套了 是 那如果他再繼續往下 那個時間軸再往上拉的時候 連往去年走了 如果我們用時間來看 幾個月 套幾個月 未來回來 那你要解套 那可能就是要幾個月 那比如說 一月到現在七個月 那你接下來 就算要給你洗回來高點 那也要七個月 就時間對稱 那至少要七個月 可是七個月還要搭配什麼 搭配籌碼 是不是法人真的願意回來了 那如果沒有 那這麼密集的套牢的人 未來很可能會發生什麼事情 多殺多 對不對 因為這種在高檔破底 跟在底部破底是不一樣 高檔破底上面是怎麼樣 已經一堆人套在上面 底部破底 很多人有可能早就已經怎麼樣 早就已經沿路一直砍完了 對 這也是差別 雙紅 今天破底 那你看KD 早就怎麼樣 早就超跌對不對 你說超跌就是底部 沒有 我有在中式教過各位 怎麼看KD 過熱或超跌對不對 超跌這個綠的 它KD它只要不站上 20以上 它會持續破底 所以意思就是說你不能在這邊隨便去彎腰 撿石頭 撿鑽石都可以 不能亂撿 不能亂撿 懂 那它如果怎麼樣 上去了 你可能觀察了兩三天 你有再回來了 也許你才能夠怎麼樣 開始接 它就是超跌 可是超跌代表跌完沒 還沒 它是正在超跌中 對不對 那你要回頭去看 上面套牢了那麼多 今天不是只穿紅 華城也是啊 1519的華城 就是純能重電 1519 從銅板股幾十塊漲到千元 兩年的時間 對不對 銅板股漲到千元 這種股票是漲一百倍 有沒有 現在你看那個山頭 你現在看 它接下來怎麼樣 接下來可能這個富士山的形狀就會化出來了 怎麼上 會不會怎麼下呢 這就是 如果你要富貴險中窮 你都明明知道它是幾十塊漲上來的股票 漲到一千 也許你想要一千變成兩千 或者一千變成一千一 可是它這一波修正比誰都中 很快 比如說它才幾天的時間 很快 從九百多塊就到六百多塊 一下三十萬就不見 是 對不對 那我剛剛是不是跟你講說 其實這一年多來漲都先進製成 那成熟製成就是代表消費 消費電子 那它本來就在低點 對不對 所以 我說 跟著大摩的講法 我在七月底就提醒你 你的資金 要持續在股市裡面 你要轉向哪裡 消費電子 沒錯 你不要去壓 不要再去壓 壓什麼 現在正熱的 現在正熱的 AI 現在正熱不是這兩天才熱 是已經熱一年了 對不對 我常跟你講說 已經熱一年的股票 該知道都知道了 會買的都去買了 該漲的也都漲過了 對 只有誰 不知道的人 或者知道的 會買就會買了 不會買的也就不會買了 那股價高 就需要更多的籌碼來 怎麼樣 來供應它 對不對 你要繼續往上 你就要繼續有籌碼 那人家外資都不買了 那現在剩誰 那就剩 殘金節目的分析師 繼續帶著大家衝衝衝 那現在衝的結果 不就變這樣了 好 那我們再給你看一檔股票 我們跟你講說 接下來 今年上半年漲了這些 這麼強的權勢股裡面 我說如果是代表AI的 或先進市城的 這些因為漲一年 也不能去碰它 那再像大摩講說 會往消費平 所以我說說 下半年買先進市城 不如買什麼 消費電子 買消費電 我是不是這樣跟你講 消電或車電 對不對 對 我在中視這個時段 那我領先所有分析師跟你講說 你要把眼目轉向消費電子 對不對 今天的台積電是不是破底 台積電破底 那這一個是誰 聯電 它是成熟製程 成熟製程就是 所有的消費電子的代表 有沒有看到 聯電尾盤是不是 啾 上來 甩尾 不是說大盤跌它就不會跌 但是為什麼它相對比台積電抗跌 我就告訴你說 人家大摩都已經給你暗示了 接下來資金要轉向了 所以如果你以今天大盤 1000點今天這樣是跌幾% 5% 5% 不止 5%多 對不對 台積電是比大盤更重 對 你看今天的聯電收盤跌幾% 1.86 是不是 有沒有被我說中 耐震抗跌 是不是 是不是 現在代表成熟製程的 會比先進製程的 比你手上滿手AI訂單的 這一公司還要穩 沒錯 你就光今天這個聯電 再對比 要跌停的旗紅 雙紅 跟華城 重電 這些誰不知道 都是這幾年 非常熱 非常飆的 可是很難想像 一張股票 在1000塊以上 一張100萬的股票 居然可以有多少 有好幾萬張的成交量 代表大家都很喜歡去買怎麼樣 熱門的 貴鬆鬆的股票 貴鬆鬆的 就跟台積電1000塊 你也是搶破頭 有沒有 現在人家外資跑了 可是你看今天的聯電 代表消費電子的還有誰 這兩個月 我說如果你這兩個月 你如果就是做什麼樣 聯電 你現在其實沒什麼虧 對不對 因為聯電現在股價在這邊 你去對比剛剛前面 五月初的時候是在這邊 但是你這兩個月 你如果做華城 做旗紅 雙紅 你到現在 中間你很會做差價的話 那代表你很厲害 可是我們講說 如果這兩個月 你是五月初買進 放到現在的話 你是沒賺 比如說我就說 剛剛那些老AI 你就沒賺 對不對 廣達可能還差不多 但是技嘉為創 早就已經都破底了 那這就是 這聯電 就是消費電子 消費電子的代表 那你都知道五六月 我們是不是帶你做這個 PMIC 五六月 最主要是 五月是PMIC 對 六月是環球晶 是 六四八八環球晶 來 你看到環球晶 拉尾盤 你有沒有看到 环球晶今天 大盤跌六百多點 它還想辦法走 收紅 到513 尾盤最後一盤 拉到503 是 你看它那個甩尾 為什麼 老師在看細節 教大家怎麼看 來 我當初是不是 他殺下來的時候 我帶你買 我說來行人要肯定 對不對 絕情谷底 拯救小狼女 對不對 所以這一波 你好好跟我做 這一檔環球晶 我們沒有讓你賣在 596 因為它這一波最高 596 我本來期待它會到600 後來沒有下來580 我就讓你走了 對不對 我就讓你走了 對 走完 除息 啪 下來了 你當初在這邊 聽我講環球晶 你如果在這邊 我天天告訴你 你這邊來跟我佈局 你就是這裡沒走好了 沒走到今天 你也不會套多少 你不但沒有套多少 你中間你先領了多少 11塊 對 除息下來 除息嘛 你手上還有 下個月還有1萬塊的 股息給你 所以你把它還原回去 今天506 那就是516 對不對 不吃虧 跟你的成本沒有差太多 是不是跟聯電很像 對不對 那差在哪 環球晶上半年為什麼不好 環球晶上半年不好 就是因為消費電子不好 因為台積電也是 環球晶的客戶 所以台積電 環球晶一樣有賣金元 給台積電 所以台積電業績 它都賺得到 可是環球晶少掉哪一塊 環球晶就是少掉 消費電子這一塊 對不對 那消費電子不是不好嗎 那不好為什麼今天大跌 聯電跟環球晶 今天的股價 為什麼都可以相對比較抗跌 對不對 你說當然它沒有強到說 哇今天跌一千點 它可以大漲收紅 那要小型股 主力控盤的 才有辦法做到 那這種股本 四五十億 像聯電這種股本大的 它可以只跌一點多% 已經怎麼樣 很抗跌 已經很抗跌了 沒錯 對不對 懂 所以從7月底到現在 我一直在跟你證明 不要再去碰 AI 老AI 漲了一年多的個股 就連7月底 我都還在告訴你說 投信在月底 急拉猛拉的個股 你要小心 比如說精材 比如說精材 跟精像電 我是不是昨天才跟你講 在節目就在中視 還跟大家提醒 我們節目下半段 回來跟你追蹤這兩支 在中視都特別提醒了 小心做賬 跟到最後我會做賬 所以不但不要 華山之巔論見 高處不勝寒 好 先加來 我們先進廣告 你還沒有加Line的 你加Line來 我知道各位 你手上一定很多套牢的股票 包括 比如說我剛講的環球金 我們之前做的 我們都獲利下車的 或者我這兩天在跟你講的 愛譜也是一樣 對不對 你有我們節目上 我曾經講過的 陳概股 你去套的 你都可以來找我 或者 有我剛講的 重電跟散熱 該怎麼辦 該怎麼辦呢 Line加進來 讓老師來幫幫你 讓我們來幫你們做診斷 好 來 直接加來囉 我會先預先跟你分析 下禮拜的操作局勢 對 所以我這禮拜一天 我就告訴你說 在7月31日以前 因為有三個交易日 我說這三個交易日 很多投信這兩月買的股票 它會來一個怎麼樣 煙火大秀 煙火大秀 對 撐到最高 所以精彩就是煙火大秀之一 對不對 你可以看到它在上禮拜 就一路一直買 一直買 大買 大買 一路互盤 一路互盤 可是它在互盤的過程當中 外資都一路在跑 對不對 沒錯 在禮拜二買了一千多張 禮拜一 禮拜二都是一千多張 連到昨天8月1號 都還給你拉高 快漲停 有沒有 先吞跌停 我就已經告訴你了 投信只要在月底 拉高 大買大買的都是它要做帳 做起來之後它就會結帳 今天的精彩科就是結帳代表 可是精彩也不是我只有這樣子跟你講而已 我這兩天我是不是給你結穩帽 有 我說穩帽已經說蘋果的訂單 已經第二季提早拉貨拉完了 那精彩也是蘋果啊 也是平蓋股啊 所以順藤摸瓜嘛 人家穩帽已經法說在警告你 平蓋股的供應鏈 特別是iPhone的手機供應鏈你要小心了 那今天的精彩 塞跟跌停那只是剛好而已 可是如果你昨天都已經連拉三天 你還要去追的人 那就沒有辦法了 看錯節目嘛 我只能這樣說 那另外一檔呢 節目都提醒了2368 另外一檔 精彩我5月那時候它開始在起漲 我就告訴你了 120 130 我自己的股票 我在月底的時候 我就提早警告你 我說要嘛你短線很厲害 不然這種股票你不要去碰 因為拉起來是要給你走 不是給你去追的 還有一檔也是我們的 2368 金像電 老師同時 也是一樣喔 他今天也是幾乎少要跌停 盤通也到跌停 我都是有提醒你 只是你有沒有我的節目認真看 對不對 還是說我提醒你的 但是別人就說很看好 就跟230的蓬城是一樣的 有沒有 240的利基 這都是我的 幾乎都是講在起漲前 可是別人是讓你 漲最高的時候 告訴你有多好 那你看到他一樣啊 投信這兩天是大買 那結果咧 今天殺跌停 所以還是驗證我講的那句話 你要穩中求 買谷底 不要去華山之間跟著人家買 對 好不好 如果你有現在這樣的股票 該怎麼辦呢 或是剛剛老師所說的 不論是這些高出不勝函的股票 或者是如果成蓋股 你自己追高了 該怎麼處理 加賴 請老師幫幫忙 最後 融資維持力過低的 還有融資太高的 你要避胎 這兩張 你要知道什麼股票 歡迎節目之後 來跟我們索取 謝謝各位 本公司與分析師 所推薦分析至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審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